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要是无聊的话可以找我啊 人要是憋得久了 很容易憋成变态的 像你一样吗 咱们姑爷可真是个怪人 和一只蛤蟆都能聊那么久 自言自语说什么 无边的吓人 就人来人往的 都指着他笑呢 你 别再调皮了 这都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是跟你说过了 以后丁烧找茬的事都不用做了 你就帮我看好他那台阶 一来 他有任何可疑的行动 特别是装神弄鬼那类 立刻报给我 二来 看紧些 千万别让他冻死 饿死 被人欺负死 姑爷平时连叶府大门都出不去 一举一动都在人眼皮底下 根本没有什么可能搞装神弄鬼的事 跟他聊天的 还有麻雀 蝴蝶什么的 反正 他除了不和人聊天 所有的动物都能聊上几句 小姐 你说 他是不是真的能和小动物说话 我看你是太累了 你这几日 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小姐 我是真的看到他们两个在讲话 或许是整个府里 没有人愿意和他讲话 这人啊 若是一年到头不说话 会憋坏的 这么一想 姑爷也怪可怜的 难不成 是因为憋久了 心性扭曲才变成了陌生 不行 我得去讨讨他的话 好 二小姐 你这几日总是跟着我 可是有什么话要说 你猜对了 我这几日闲着无聊 就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已 你说吧 今天天气不错嘛 今天天气不错嘛 好凉啊 谭太监 谭太监 你平日里到处受欺负 心里是怎么想的 不想 怎么可能 人受了侮辱 心中必然会生气生恨 你就没有想过 要做点什么 比如 杀了我 你想让我杀了你 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想知道 你是怎么想的 我是怎么想的不重要 你们羞辱我 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 只是因为你们想而已 我改变不了你们 至于 我心中是否有恨 有怨 这都没有意义 我只是景国来的质子 活着已经够累了 没有精力再去想其他 这里是五百年前 小魔神的确没做什么坏事 或者说他还没来得及做坏事 反倒是别人 总对他做坏事 也许 他会成为魔神 真的只是一连串的悲剧 只要有一个人肯拉他一把 在乎他 关心他 他又何至于堕入魔道呢 坦坦姐 虽然累了点 但你得好好活着 你要是无聊的话 可以找我呀 人要是憋得久了 很容易憋成变态的 像你一样吗 你放在笑那一下 就挺好看的 这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 总会有人喜欢你 愿意和你搭话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